整齊畫一的動作 外加充沛的叫很深 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位 跟著大家一起跳廣場舞 充分感受到原住民長者的 活力和精神 在基隆市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主委林明毅 以及市政府民政處 原民科科員等人陪同下 議長同志位除了和原民長輩 大跳廣場舞之外 中午時間也陪同長者們一起共餐 關心餐點的菜色 長者們吃得好不好 雖然賭信媽祖 但是用餐前路徑隨俗 同志位誠心跟著大家 先禱告上帝後再用餐 因此我們特別要將我們 藉著上帝給我們的愛愛 我們的議長使他能夠 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夠 非常的順利 在我們面對午餐之前 感謝上帝你所創造的萬物 一向非常關心原住民 以及原住民長者生活的 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位 特地造訪由中央原住民族 委員會補助設置和社區關懷據點功能一樣 位在七堵區明德一路上的基隆市七堵區文化健康站 了解原住民長者在這裡參加活動以及共餐的情況 雖然這裡有四層樓 但是長者們實際可以活動的空間只有一樓 因為有年紀了要走樓梯爬上二樓都不方便 我們非常希望能夠找到一個稍微大一點的空間 在這段期間自從我們從百步設計簽到這裡以後 不論是議長 議座還有我們的科長 非常的關心我們 因為他們看到我們在做運動的時候 沒辦法完全的伸展 因為來這裡其實就是要做運動 因為你做運動場那個是 他們的身體強健 體魄會更好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我們議長也來關心 這是我們最值得慶幸跟安慰的地方 因為可惜我們的議長長期以來 都在關心我們這個穩健站的設備 設施跟長者的健康等等 所以我們僅代表我們的穩健站 向我們議長還有相關同工同仁 向他們說聲謝謝 就是跟長輩們一起跳了廣場舞之後 感受到文化健康站的空間上 確實不太好規劃利用 因此同姿委也承諾大家 會協助來爭取規定上 更大更適合的公共公用空間 設置七土區文化健康站 讓更多圓民長者都可以來使用 延環老化 健康老化 我們急需要讓我們的老人環境 可以有更好更舒適的 在地安老的一個生活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文化站看到 我們的長輩其實非常的健康 開心的跳舞上課 其實我非常謝謝原住民的相關單位 來照顧我們原住民朋友 我們基隆有將近一萬的原住民 那今天我們來到這裡 當然發現我們的空間場域的不足 剛剛看到那個阿伯跳舞 這麼用力 這麼有活力 其實大家很開心在這邊 只是我們空間不夠 所以我們可以容納人數太少 所以我們想積極幫大家來媒合 看看有沒有公有的閒置機關 可以讓更多的原住民長輩可以參與 每一個族群都是我們政府要照顧的 所以長輩不管是原住民 還是平地的原住民 三地的原住民 我們都希望跟陳明健議員 好好的來一起努力 幫我們基隆在地的這個長輩們 找到更好的生活空間 我想走出來非常重要 其實長輩需要的更多的是陪伴 所以我們有這個機會 有時間 我想來陪陪大家吃吃飯 我想聊聊天 也可以體會大家的一些心情什麼的 我想會讓大家更開心 生活得更好 基隆市已經進入超高齡化社會 預估全市65歲以上銀法長者 在年底前將佔全市人口數的21% 而法令規定原住民滿55歲 就具備銀法長者的資格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